今天全运会的竞走比赛将继续进行产生男女20公里两项冠军 上午首先开始的是男子20公里的比赛 比赛8点半发枪 大概9点48分左右会产生冠军 而女子比赛将在10点半开始 大约在11点58分产生金牌 大约7点45分左右 我们将连线在沈阳奥提中心采访的记者东日纳 请大家给我们带来比赛现场的最新情况也请您到时关注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体操 平衡目 跳马 高低杠 自由操 女子体操全能比赛考验着每一个小姑娘的综合能力和临场表现 昨天晚上全国体操锦标赛及全运会预选赛 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继续进行 女子全能比赛有人失忆 自然有人得意 面对即将开始的平衡目比赛 中国女子体操队队长邓灵力 在心里最后一次默念着自己的动作 作为伦多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得主 平衡目自然是邓灵力的强项 然而在最擅长的平衡目上 小姑娘却不小心跌落下来 连最终的结束动作也是以固定结束 这样上届全运会女子全能冠军邓灵力 很难实现未免之梦 应该说前面完成都挺棒的 可能我怎么说 要是我说是伤病问题 可能自己认为是强调客观吧 还是自己没有静下来吧 可能私下光想着膝盖疼了 就没有想着怎么去做吧 同样是腿部有伤 同样是平衡目项目 福建队员姚金兰的表现却赢得了掌声和喝彩 姚金兰说主要是腿伤与大爱 在跳马比赛中 姚金兰的表现更是相当不俗 教练也给予了爱福兴奋的判定 最终这个福建小部长迎接总体上的出色发挥 将全国锦标赛女子全能冠军收入囊中 湖南队的山春松和曾思琪分合二三名 我说不出来 我觉得都还行都不是我最好的水平 还是自己还是有点紧张 你先将冬冲是这样的什么